兩位今日節目的大家平安 很高興再一次 和我們一起來分享上第一位 今天我們要一起來看四篇第十三篇 四篇十三篇 上週啊 你不記得我買多久 夠英文是嗎 你面前不看我買多久 我忍受苦痛 整日心優勝就夠多久 我的對敵高生贏過我就夠多久 上週我的上週啊 求你看過我應答我 讓我的眼睛金金 才不用我睡到四篇 才不用我的對敵說 我比較贏意 才不用我的敵人 在我失敗時高興 不久我挖苦你的阻礙 我的心因為你的請求快樂 我要唱歌千讚上週 因為它用風聲的運動對待我 四篇裡面的詩 有很多不同的性質 有兒樂的詩 感謝的詩 人作的詩 祈求的詩 或是說為國家祈祷的詩 頂頂 最多不同的形式 其中祈求的詩 才不會偏好啊 有很多 人罷上帝的人 當年剛才有困難挑戰的時候 用上帝發出基求的基督 我想這是真主人的事 基督的人 用望通過的基求 通常自己各種的需要和困難 來跟上帝說 也用望上帝可以存手來幫助他 讓他可以脫離他的困境 今天我們作為讀的詩篇十三篇 也是相對基求的詩 根據詩頭前的這個小標題 通常認為 祈求詩的作詩 也是代表王 但是沒有說明 是在什麼樣的背景的面線 詩的開始 第一到第二十 是作詩因為審命的困境 來對上帝發出的透氣 在學校本的反應裡面 通常用詩拜 要到什麼時候 來表達心中的優勝 還有這點 還有這點 這也是我們每一個人 在剛才四名的難題的時候 相信會有一個歡迎 有一句話這樣說 快樂的時間總是過得特別快 如果這樣相對來說 一種傷心艱苦的時刻 也總是特別長 這是人真自然一個情緒的感受 作詩在一開始 用上帝來提問 他問上帝 不去那裡 因為無故意 要到什麼時候 這讓我們看到 上帝很像 沒有在世人的困境裡面 出手來幫忙 所以世人的心 他就含著 在一個無憾的單胎 含著眼裡 接著世人說 對著個性來押折我 這讓我們看到 世人的困境 應該是來自我知的對著 這個對著在個性 世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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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越來越大 世人的困境 也會越來越大 世人的困境 也會越來越大 世人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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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上帝來困境 幫忙 他叫上帝 讓他可以定心 在著開熱 叫他 不用再到失望 他也叫上帝 不可以讓對著 因為他會失敗 來歡喜和快樂 也不可以讓他 讓對著 和打在腳下 不斷受到無力 最後第五到第六載 是真正信心的一個選歌 說他在那次 像全萬的處境 裡面 有願要堅定 來挖克上帝的主愛 心也要因為上帝 救恩來快樂 而且他要用 用搖滑上帝來唱歌 因為他有願沉積來 提醒上帝 方神的運動 這首詩 讓我們看到 在基督裡面 我們可以用上帝 完全來打開自己 像我們心中的痛苦 痛苦 甚至懷疑 完全用上帝來拜烈 但是他也要記得 回來憔悴上帝的運動 來用信心 來聽好上帝的思慶 喝口 領受救恩的喜樂 聖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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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誠